新聞大白話年度破關解任務 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額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支持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講到了中二選區 現在連高大臣都被扯進來了 這是Coco姐又來點名 又不斷的在把這個炮火四射 他說這高大臣遇到了嚴家變低小敗 我們今天在討論什麼是低小敗 然後後來才破解 就是說高跟低 大跟小 然後成跟敗 我們本來在想說這是什麼網路梗 低小敗是什麼台語 原來是這樣子 但是也是服了Coco姐的創作 現在高大臣心碎的回應 他是講說呼叫高大臣 好好評論一下嚴家的非擁詭異命案 那嚴寬恆所謂這個刀傷三生三淺 觸及心臟的說法 人命關天 高大臣你不是什麼都可以談嗎 為什麼遇到了嚴家變成低小敗 那高大臣是覺得說 你真的別為了一個選舉 搞成這個樣子 那你反嚴家反倒這樣子 還要失去朋友 這是你想要的結果嗎 更何況當初這個時空 其實過去這些事情 都是大家所知道的 明明事情就不是這樣子 真的是發生了一個非擁 就是親生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變穿著附會 講得好像一副什麼樣 很可怕的命案 那真的有命案 趕快去查嗎 檢調趕快去查嗎 你現在還持續在這上面打轉著 然後把高大臣也扯進來 這就是讓大家覺得很不懂的地方 那高大臣其實過去非常 就是被大家所熟知 就是他們家其實蠻綠的 那他高大臣的包凶 還為這個阿扁過去有募款 然後是黃芳燕的銅窗 曾傳出城之中赴日十多次 傳出是知名的法醫高大臣的哥哥 高清則全程接待 他在越洋電話中成期只有一次 那高大臣的哥哥是擔任 日本的扁友會的副會長 所以多次為陳水扁募款 所以他們家庭背景 是很深綠的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 因為高大臣講說 他的立場是中立的 那其實可能本身家族來說 是比較偏綠 但是他就是不想要去參與 你周遇寇這樣子打這一場戰 就是已經搞到這樣子 乌烟瘴氣了 所以他不想去上這個節目 還特別寫在他的臉書裡頭 說因為考量節目的性質 跟這個政治的立場 所以謝絕參加這一次的 這個節目邀請 那過去我們也看到 12個醫生公開胡志強的病例 那當時高大臣也是在其中 所以為什麼這一回 他不願意出來 這樣子參與這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體會一下 那另一方面也看到 這個言寬很乾脆就自黑了 昨天還有這樣的競選歌曲 叫做海線故鄉 更妙的是說 這個唱歌的樂團叫做蕭波快樂團 蕭波快樂團真的是很自黑 那這個我們先來聽一下 顏寬恆恆他自己也有唱 顏寬恆恆他自己也有唱 但是現在就看到這個賭盤 在這個中二選區也有相關的傳聞出來 就是說現在的這個賭盤逆轉 公投暗後林靜儀讓顏寬恆五千票 現在恐怕會衝擊選情 那到底誰贏誰輸 因為其實可以看到顏寬恆 現在打一個低姿態 哀打悲情牌奏效 那民進黨也是繃緊神經 那到底誰輸誰贏 巧欣怎麼看 我覺得當這個周玉寬 他們太離譜的時候 在地方上可能會有一些的反作用力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我到底投的是周玉寇還是林靜儀 林靜儀的角色 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少的 尤其是這一次 他們去扯外籍的傭人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高大臣來說 他的回覆是非常強而有利的 因為他根本不是沒有回應過 這個相關議題 他當時接受這個新聞網的訪問裡面 就有談到一些很細節 這些細節是我沒有辦法在電視上說 NCC會發 他講的很細節 就是說如何去評估 這樣子的一個命案 是不是他自己為之 還是別人為之 他其實是有評論的 那你不能說別人先前有評論 然後這個案件 最後在判決系統 已經當事人出來澄清說結案 然後判決系統也沒有任何的其他佐證可以查詢 你還硬要在政治上面去做操作 你要曉得這是一個人家外籍庸人不幸的事件 你在人家的傷口上撒點也就算了 你還要把別人家裡不幸的事件拿出來牽扯政治 再另外拿他去攻擊別人 這麼不道德的事情 我們在電視上怎麼能做呢 醫生也是要有醫德的 他先前包括這個胡志強這個病例的事情 是不是被大家罵的半死了 他自己我相信可能也有點檢討 覺得說我不要再跟政治簽這麼深 針對單純的案件去分析 當然可以 他也做了 但如果你今天你要的 是我在你的節目 拿這個非常有限的證據 去胡扯說是別人家裡搞出來的命案 這種媚於事實的事情 作為一個醫生 他本來就不應該去 結果他不去 還要被你講成說 因為你是嚴家的嚴友友 他又天下有這樣子的道理 你到底這種霸道的方式 還要維持多久 所以我覺得當然 整個民進黨這種空戰 對於嚴寬恆來說 是有壓制的效果 但我覺得他基本盤還是開得出來 這時候的壓力 反而會回到林靜寧的身上 你們在打他打了這麼久之後 那你自己的票 能不能夠開出來 這才是重點 他的基本盤就守在那個地方 你可能就是供了他兩三千票 讓他沒有出來投 但那你的票在哪裡 你有沒有能力開出你的票 你每天在講別人的同時 你們的基層的組織動員 你自己的政策宣傳的如何了 你要知道 你要讓人家想要出來投給你 而不只是說不投給嚴寬恆 這並不是一場嚴寬恆的罷免案 他們現在整體的氛圍 是搞成好像是 我們要去罷免嚴寬恆 可是不是 這是兩個人的選舉 結果林靜寧的角色沒有了 變成周玉寇的角色突出了 這種後座力 我覺得不見得真的 對中二選區的補選 民進黨是有利的 好 亮哥怎麼看 亮哥好像覺得說 這個中二選區 嚴家勝面反而大一點 我還第一次聽到 林靜寧這張眼眶很五千票 我也不知道在新聞哪裡來的 蘋果來的 我跟你講 我今天看到朱玄貼了一個臉書 因為他罵周玉寇說是 惡毒自己的側翼 然後周玉寇告他毀謗 結果不起訴這樣 大家大概可以去體會一下 是什麼意思 這個周玉寇恐怕是林靜寧的 最大的豬隊友 他這樣搞下去 他為了自己的收視率 不去考慮人家的選舉的衝擊 事實上中二選民 大部分都是很純樸的 很多都是農民 你搞那些像靈異傳說的東西 人家看不下去 我說這個 你可以去質疑 比如說今天我也看到 卓冠廷在質疑 說嚴家你家是不是蓋在 那個什麼非 那個什麼非 應該反正就是國有地 我覺得這個政當的議題 還有你有沒有違建 之類的 這個當然袁寬廣自己要去說明 可是你去扯非傭 高大臣我們也認識 人家就是懶得理你 你這為了自己的收視率 在那邊胡扯半天 那你告朱學員也沒成 那人家懶得理你 事實上你這樣說人家 人家可以告你 人家也懶得告你 你已經做節目做到 人家懶得告你的程度了 就這個地步 所以你說這個 你說這個會對林靜寧有利 省省我看你是為了自己的收視率 所以我覺得真的為了林靜寧的選舉好 還是讓林靜寧回歸到中二選區 因為林靜寧是像從12月245 2627 連續辦三場的造勢 那都是在地的議員 還有一些大咖 因為他現在搞一絲連線 他找陳其邁 找賴清德去幫他站台 我覺得這個就是正面的 選舉不要搞成像周玉寇這樣 我看當事人都不一定歡迎你這樣搞 你還要硬搞 真是奇怪對不對 其實之前有看到林靜寧 上這個周玉寇的節目 然後周玉寇罵得很激動 很兇 然後反倒是林靜寧 好像一直在這樣拉回來 就說對 當然我們不樂見什麼什麼 那邊可能選區的選民 會有一些壓力 他想要用溫和的方式 來採收一些事情 但是周玉寇就很失控 他就是一直好像要講說 嚴家就是如何如何如何 然後我就覺得看那個場面 也是滿妙的 就是感覺起來 真的就像是亮哥形容的 豬隊友在打這一場選戰 當時在這個陳柏惟罷免的時候 那我到台中 我跟他們地方上的人聊了一下 他們就講說 其實基本上 就是嚴家在地方上 被抹黑這件事情 大家早就已經怎麼樣 習慣了 他是用習慣了來跟我描述 那你就想 如果今天發生在台北市 然後發生在我的身上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那這個東西是很有討論的味道的 那所以說會討論 可是問題是說你看 現在的討論 雖然在空戰上面來講 可能他的收視率還不錯 可是那是什麼 那是外縣市的人一起看 因為外縣市的人不了解嚴家 他們之前的選舉的時候 都是跟大家在整體的 全國性的大選一起選 所以被討論的幅度 跟著墨的程度並不高 所以現在全國其他的老百姓 都在看說 這個台中在補選 他們在選什麼 嚴家是怎麼樣 就是對這些事情 不管說八卦也好 公共事務也好 很有興趣 可是在台中的在地選民 中二選期的選民 除了外移人口之外 基本上他們已經很多次就知道 你們大概就是會打的 就是這些東西了 所以對他來講 那是一種彈性疲乏 所以為什麼我認為 就是說嚴寬恆的選票 他基本盤 他還是可以開得出來 那差別就是在外移人口的部分 這些新來的選民 他可能對於嚴寬恆 還不那麼熟悉 所以覺得很新鮮 覺得說這些事情好像很可惡 被民進黨被周玉寇這樣帶著走 可是這些選票 對於林靜怡來說 他有多大的能力 能夠去催出來 變成轉換成支持林靜怡 我覺得這是現在民進黨 他所遇到的隱憂 所以他們現在顧著去打嚴寬恆 但他沒有注意到的是說 嚴寬恆 他的基本盤的固定程度 他的僵固程度是在那個地方 你打他 打的是有極限 沒有辦法再打下去 可是那林靜怡的選票 是從零開始 你要如何把他撐起來 你最後關頭 你應該是要花時間 在這件事情上面 可是因為幫林靜怡撐腰 或是挺林靜怡 或是去說林靜的好話 沒有收視率 沒有人要看林靜怡 你知道嗎 沒有人要看那個 全國的老百姓 也沒有人關注林靜怡 所以他只好在求收視率的同時 一直做一些無效的攻擊 我坦白講無效的攻擊 那所以最後的考驗是 林靜怡他能夠拉出多少票 如果最後民進黨真的有實力 催票催到比 嚴寬恆的基本盤還要高 那他有機會勝出 我沒有覺得嚴寬恆必勝 但是如果他的催票不如預期 那他打嚴寬恆 基本盤打不動的情況之下 其實嚴寬恆 他仍然是有勝選機會的 對 其實我周遭也有一些人 在那邊講說 為什麼要一直罵嚴家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就是不像是那種 政治投入比較深的人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說 為什麼綠營最近怎麼了 為什麼要一直罵嚴家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說 是林靜怡要對決嚴寬恆 有這樣的事情 他們只是覺得說 綠營怎麼了 綠媒怎麼了 就是為什麼現在突然要打嚴寬恆 打嚴家 打成這樣 他們就是滿頭問號 所以就是林靜怡的角色 已經快要不見了這種感覺 然後再者大家也覺得說 你找來一個就是被罵掉的3Q哥 然後再找來一個選輸的林家龍 那你這個林靜 你們是什麼敗選者聯盟 然後你自己本身不分區也沒有 就是民進黨也沒有要你 繼續做不分區的意思 那現在這場戰到底打成什麼 搞成什麼樣子 那真正在地的人 我當然是關心說 誰能夠為我們服務 那其實就是旁邊人熱半天 然後在地人還是做自己 該有的選擇 我跟你講這種偏農業的選區 你有沒有能力提供選民服務 能不能爭取地方的建設經費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到每一個地區 你要對當地如蜀嘉珍 知道當地的問題 然後你要怎麼幫他解決問題 都是這一類的 那因為顏家坦白講 從他爸開始 那妹妹也是副議長 所以在地已經根深蒂固 所以接受他選民服務的人 實在太多了 所以等於就是說你林靜寅 你好歹你也要證明說 我可以提供選民服務 我可以爭取地方建設經費 這個可能地方的人 反而比較聽得懂 你知道 那你現在搞那麼高 當然我也聽到另外一種說法 說打顏家事實上也是在打盧秀燕 所以也是在幫市長選舉在鋪盤 就是說你盧秀燕都不去處理 顏家的違章建築等等 所以就順便要打盧秀燕 可是你剛剛講得對 林靜寅就不見了 林靜寅就會不見了 因為顏家的知名度 在當地是遠超過林靜寅 你想也知道 那你如果是要去連結顏家 跟盧秀燕 那你怎麼連結到林靜寅 你就不見了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他選起來就會 因為候選的主體就出不來 其實他現在最大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剛剛小青在講說 這個地方選得很激烈 可是坦白講不是林靜寅 跟顏寬很激烈 是民進黨跟顏寬很激烈 你知道吧 所以到最後是 林靜寅拼命在動員 包括市議員立委在動員 可是林靜寅的角色就是不凸顯 他的危機在這裡 你知不知道 他一定要去證明說 我可以爭取地方的建設 我可以做選民服務 這個選區沒有證明這個真的不行 真的不是說你要去打人家 就可以有票了 不是這樣子 還是說林靜寅知道他原本的老招數 抗中保台 因為我覺得他以前講一些這種鬼話 或者是瞎話的時候 所以這種票早就支持你了 已經早就支持了 當然是 因為他之前講這個反額 好像比較有聲量 你去看公投的得票是66000 然後顏寬可能同意的是64000 差2000票 公投的一定都是政黨票 一直形態動員了 可是可能66000還不足以當選 問題在這裡 所以對林靜寅來講 他的挑戰就是他要再拿4000票 對 那你有沒有辦法再追上去 那你要知道公投裡面的票 有很多是返鄉的 可是補選會有返鄉投票嗎 未必 他的危機在這裡 對啊 是啊 所以他 你假設說返鄉 我們說扣掉2000票